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隆地检署查会的大会师 他竟然会讲出这样子的话 查会就叫大家积极的搜集政治 然后严防会选各种各样的行为 要保持选举上面的干净等等 这不就是场面话讲讲不就结束了吗 显然蔡壁仲是非常投入整个大选 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他说呢我们不要去投 不能让靠狗皮倒灶 蒙骗的人选上国家元首 那大家都很傻眼 就是你讲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跟你查查会选有什么关系 这个人呢他在狗皮倒灶 在讲一些天花乱坠的这个事情 只要他没有这个违法的行为 只要他没有作弊 只要他没有作票 只要他没有会选 只要他没有在这个选举之中呢 犯下任何这个不法的勾当 那他的这个那你选民选他 关你什么事 所以他作为法务部政务次长 在任何的这个事情上面呢 都如此的这个有立场 然后如此的不顾他自己的这个身份 这是我们国家的悲哀 一个国家的法治执法的这个高层的人员 行政系统的这个高层人员 不能够被这个信赖 这国家的存在的这个基础 和很多的基石 其实都已经是动摇的非常厉害了 那民进党呢 如此的嚣张 然后如此的滥用这个国家机器 和他们的这个权力 但是呢国民党这个相形之下呢 在这个应对这个选战的时候呢 显得呢还是非常的这个自私 也是让人非常的这个饿玩 到目前为止 虽然说名单还没有出来 但是呢 国民党的党主席 这个吴敦毅呢 好像就非常的激励的 想要把自己排在这个安全名单里面 他要激励的把自己排在安全名单里面 对于整体的 国民党的这个形象来说 实在是一个重创 如果说他到最后的结果 真的是如此的话 安排的话 那在政党的立委的这个选票上面的话 对于国民党来讲呢 会真的是会雪上加霜的 本来呢国民党的选情呢 从民调上面看起来 在立委的部分 应该是可以有所斩获的 那上一次实在是也是选的实在太烂了 整体的气氛的这个影响 虽然说区域立委的这个选票呢 高于这个部分区立委 但部分区立委的部分 政党的选票一定是受到 总统大选的整体的气氛不加影响 那这一次呢 虽然说现在这个韩国瑜 还在这个苦苦追赶 蔡英文当中 但是在这个政党的这个部分 不管是区域立委 或者是部分区立委 这政党的好感度啊 形象上面 国民党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优势的 但如果说因为领军的领导 这个国民党的吴敦义 因为心存私心 硬是要把自己排在这个安全名单之内 他这样子会让国民党的整体的选群 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安全啊 你面对一个如此嚣张 然后滥用权力的执政党 国民党还不能够这个集中心力 让给给这个民众呢 一点点啊 一点点理由啊 给民众的一点点 那个振奋的这个理由呢 集中起力量来 去下架民进党 去下架蔡英文 这样的在野党的存在的这个价值 这会让这个吴敦义呢 遭到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抨击 吴敦义真的准备要这样子做吗 还有时间啊 吴敦义可以做最后的这个考虑啊 国民党过去 在这个执政时期的时候 或者是他在野时期的时候 特别是他在执政时期的时候啊 我常常觉得国民党就是一个 外残轻易 内疚神明的一个政党啊 虽然说你会觉得 马英九在执政的时候 他怎么那么笨啊 怎么在很多的这个权力上面的 这个分享和这个策略上面的运用上面 这么的不会玩啊 然后什么事情呢 都要做的好像是 非常的公平啊 公正啊 四平八稳啊 那你不知道这个政治事实上 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要 进行权力上面的分配 权力上面的妥协吗 但是呢 呃 现在看到民进党这个吃相这么难看 必在2000年的时候啊 那个民进党当时第一次 这个政权轮替的时候呢 的吃相呢 还难看 你就觉得说 这个马英九他们的笨啊 他们的 他们的外残轻易内疚神明呢 是可贵的啊 那现在呢 国民党已经在野了啊 呃国民党过去长期以来 对于外界的这个评 呃 外界的这个批评呢 都是很在意的 那为什么这次 吴敦义呃 面对外界这么强大的压力 依然无动于衷呢 啊 好像还是非常的坚持 要把自己呢 锁定在这个安全名单之内 呃 撕心太重的结果 是会是会拖垮 这个国民党 你拖垮国民党 是你们家的这个事情啊 可是呢 你拖垮了国民党的结果呢 是让民进党 继续在行政和立法上面呢 掌握无比的大的这个权力 这对于国家来讲 伤害就非常非常严重了啊 呃 然后另外呢 再讲一点点啊 就是有关于RCEP的事情 我们知道 这个RCEP呢 已经在这个东协 这次的东盟会议里面呢 他们已经达成了 呃 协议应该在明年的时候呢 就会签署 然后上路啊 虽然说呃 印度呢 不参加 但是呢 印度应该在 之后啊 在 他特别是要解决 他自己国内 内部上面的 这个经济的问题之后呢 他应该还是会 呃 赶忙的去加入的啊 RCEP的这个签署 对于台湾来讲的影响呢 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啊 而我们之前的时候呢 曾经请到这个专家啊 这个徐敦慈呢 呃 在我 在这个非典午餐呢 详细的跟大家讨论过 呃 有关于RCEP的这个 呃 他一旦形成之后啊 对于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 以及台湾呢 呃 将会被这个边缘化的 这个危机 那现在呢 虽然是印度不参加 但是这已经 完成谈判的 这个RCEP的15个 这个成员国 他的人口呢 是22亿 他的GDP呢 是29万亿美元 他的出口额呢 是5.6万亿美元 他吸引了外商的投资的 的量会高达 3700亿美元 他占这个全球的经贸的总量呢 是30% 他会是呢 全球呢 最大的这个自贸区啊 然后中国呢 在这次 呃 RCEP 他已经谈了很久了啊 那终于能够在这次 泰国举行这个东盟会议的时候呢 呃 能够大家呢 最终完成这个协议 中国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角色 然后不只是 中国呢 要力推这个东盟 呃 东盟 加5啊 因为本来是10加6嘛 那现在没有印度了 就10加5啊 要极力的促成这个RCEP的行程 来以应对呢 呃 川普现在推动的这个呃 单边主义啊 他对于各国的那贸易的冲击的影响 都非常大 不只是如此 呃 他也非常的积极的在呃 拉拢这个日韩的这个双方啊 所以希望这个中日韩的 这个自贸协定呢 能够成行 那一叠叠的 一叠一叠一层的 这样子往上相加 呃 对于台湾来讲 它的边缘化的危机呢 就是非常的这个沉重 可是看得出来呢 我们其实是毫无对策啊 呃 我们的外交部长 呃 吴钊燮呢 在立法院打巡的时候 他就坦诚说 加入这个RCEP呢 是有困难的啊 因为呢 呃 中国在里面 然后对我们非常的不友好啊 呃 呃 那也 这这这这这这台湾一连串的 呃 政治抉择下的结果啊 当初呢 签了ECFA之后呢 呃 要签了这个 呃 服帽协议 但是立法院呢 就没有办法过关啊 我们在签ECFA的协议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就让韩国呢 大为紧张啊 韩国呢 就觉得说 哇 这个两岸之间是完真的吗 那频频的跟我们这个探寻啊 相关的这个进度 然后呃 在这个ECFA签完了以后 呃 它是一个框架协议嘛 那接下来就是服帽跟货帽 然后在这个服帽协议 谈成了啊 这个两岸之间的那个进展 谈判之间的进展 是还算蛮顺利的啊 但在立法院呢 就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本来呢 大陆方面呢 还一直在等啊 希望呢 呃 能够让这个 有关于两岸经贸上面的 这个利益呢 能够让台湾呢 先行的呃 能够能够享受 所以说呢 呃 有点呃 托慢了 这个有关于中韩的 这个自贸协议 但因为台湾自己上 做做了政治上面的 这个抉择 呃 这个太阳花的运动 把这 这 这个大浪潮啊 就把这整个都吹散 吹垮了 所以中韩就签了 这个自贸协议 然后最后来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再跟 这个 我们再跟这个呃 大陆呢 呃 签了这个ECFA之后呢 才因此呢 有有了跟这个新加坡 签这个FTA 跟纽西兰这个签的FTA 然后我们想要跟这个 东协的其他国家 签FTA的时候 大陆的条件都很简单啊 他就会跟这些国家施压 就你必须先跟我完成 这个FTA 我们必须有更紧密的 这个贸易安排 你才能够跟台湾谈啊 那现在呢 两岸关系如此的不好啊 然后那 那那那 那这个 大陆在这个里面 那其他东协的国家 呃 嗯 他不会 相对来讲 他对于台湾的在乎 就很低很低 很低很低了啊 那所以 当这个 RCEP谈成了 然后明年要上路 然后中日韩的 这个自贸协定 也一直不断的 呃 在向前去推动的时候呢 台湾 我们是一个 以出口为主要的啊 这个贸 贸易上面 是我们生存的 这个主要一个项目 在没有 这种价 这个他形成了 这个自由贸易区之后 他里面的供应链 他的价值链 服务链 服贸贸 人员的畅通 他整体的对于区域 对于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啊 那台湾之后呢 你要在 你要去进入这个市场 除非 除非啊 你要加入这个市场 除非在两岸关系上面 得到缓解 否则就非常的困难啊 那呃 吴钊燮说 我们加入RCEP的可能性很低啊 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CPTPP CPTPP也很不容易啊啊 虽然说这个中国没有在CPTPP里面 但是呢 呃 你现在要去符合CPTPP 他的很多的 呃 里面的要求 我们自己的贸易障碍 也要 也要打开来啊 那这个CPTPP 呃 在美国没有参与之后 他即便是他的整个的规模 和他的威力呢 都没有那么大 但是他是美国啊 所以呢 呃 美国呢 他的大棒呢 他的棒子呢 挥向这个各个国家 他跟各国这个施加压力的时候 他在和这个日本在进行 呃 重新再去签这个FTA的时候 他就要求 他就要求说 呃 我要享有跟你们CPTPP里面呢 相同等待遇 那日本还是一样低头了 台湾呢 从各个各个各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本钱 而我们现在呢 呃 全心全意的 我们的执政党呢 呃 想方设法的 就是只有在去 呃 如何的去保住他 这个连任的这个机会 到底有没有人在去思考 国家未来的大方向 以及我们在被边缘化的问题啊 有点儿子的 啊 对他们要求